中华男籃精英对抗赛在先驱体育馆热闹登场 中华评训队交手师大运评训队 小飞人刘真开赛率先用三分冷箭当作下马威 学弟们不甘示弱 所以进小球妙传给陈冠权 篮下两分轻松百进 两队分别要参加6月2号的亚洲杯东亚资格赛 以及8月下旬的台北师大运 今天一战养战 同时教练团思考最终正确名单 也让球迷大饱眼福 下周就要出征的中华队上级发条 防守端严加看管 迫使对手攻势受阻 单截得分压在各位数 而在进攻端 Quincy Davis 吴戴豪 狐元双塔坐镇篮下 封城土生土长的陈立焕 也没让乡亲父老失望 手机尾胜一上场就展现高效率 强势迁入挑战篮框Buzzer Beaker 帮助球队拉出11比0小高潮 手机就取得18比6的大幅领先 学弟们没被打傻 范诗人第二节跳了出来 和小飞人离一球围一球上演对红戏码 刘征不但能得分 带到机会妙手抄截快攻一条片 最后用双手换篮收尾 防守端威胁帮学弟上了一课 而且他还有活力要援 新台湾人眼看队友出手不进 立刻用暴力扑扣把球塞回篮筐 学长队还是带着35比19领先进入下半场 于幻崖走底线上篮得手 第三节前段领先已经达到20大关 世大运队没有放弃连续两颗三文球有效止血 女美控球陈英俊切入大拉杆反手上篮 高难度进球更让反扑出现一线输光 只不过学长们经验更胜一筹 在刘正带领下攻守两端都维持稳定发挥 不给对手逆转机会 最终中华队还是以76比60击败世大运培训队 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导